Hello 大家好 我是Anc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期呢想给大家带来一期发式组合的分享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呢会讲到近期比较流行的这种鲨鱼夹啊 还有发簪啊 这种盆发的教程 分享到我购入这些发式的一些淘宝店铺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跟我一起去看下去吧 那我现在头发的状态就属于洗完澡 淘湿的情况下它会稍微的带一丢丢自然的弯度 头发是属于比较黑的那种 像鲨鱼夹还有这些发式比较浅颜色一点的话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染了头发的话 戴上去会更好看 这种直发其实是没有卷发的固定性更好的 因为卷发它有一些弯曲度 可以让你的发式在头发上固定的更好一些 那这样的话就增加了难度嘛 先从鲨鱼夹开始聊起吧 因为最近特别火的这种发式look 首先我们选取一个喜欢的鲨鱼夹 扎一个简单的马尾 用鲨鱼夹把马尾固定住 然后把鲨鱼夹转到另外一边 左手拧出一股 然后找到中间的位置 用鲨鱼夹把它固定住之后 多出来的小尾巴就隐藏在头发的下面 还有一些比较短的头发会织出来 用鲨鱼夹把它简单固定住就好了 在鲨鱼夹转里面 鲨鱼夹问的比较多这种夹头发稳不稳 牢不牢固这个问题 其实跟发夹本身的大小没有关系 跟它的横切面就是有关系的 小夹子大概是这个大夹子的一半 但是它同样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固定作用 要看它侧面的这个切口 如果说它的这个三角区更宽的话 其实是可以把你的头发抓得更老 你色系的这种 这个小夹子呢它也是很能夹的 这个黑白的小夹子呢是我近期的最爱 大家艺术里都有的黑白色调的衣服啊 都是特别合适的 并且它跟我近期的指甲很配 这个方一点的奶白的 然后它有这种像大理石纹一样的 整个的质感也非常好 而且很好捏开 这个就是推荐给头发比较长 然后发量比较多的妹子去入 脸色的米色系一点的 它这个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的容易夹住头发 剩在它戴上去整个的感觉会特别特别的发誓 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它捏起来不是特别的容易 因为它的这个侧面 它这个两个小把手没有做的特别高 所以捏起来就是需要你手要用一些力量 给它往下去带出来那个劲儿 但是这个就是属于你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搭 不管是夏天冬天 它也没有说一个季节性的选择 戴帽的这种感觉 说实话这种戴帽的其实是比较容易显老一些 比刚刚那些浅色系的显起来会比较成熟 更适合头发颜色比较浅一点的 像我这种比较深的话 就会还是看上去会比较老气 所以这两个我购入了之后 只有在家里随便夹一下 其实真正的没有说完全戴出去过 所以如果说你也是深色系头发的话 我不是特别推荐这种化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发起乔买了一个粉色 并且它这个就是很像我们那个小时候 东北的洗澡堂就是会有的那种 我这种T恤衫如果说上面带一点颜色 去跟这个粉色呼应一下的话 整个会感觉更俏皮更可爱一些 除了这种形状的发颜色以外 像说这个会抓的更老一点 因为它整个的那个张力会更好一些 并且它这块也是可以有头发绑进来的 灯光特别好的话 它这个钻可以折射出光芒 亮闪闪的照相会非常好看 有那种很小香风的感觉 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白色的 当时我买到看到这个款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两个色都要入 因为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就是这个黑色里面的那个绸带啊 特别能融合住我这种黑黑的头发 如果说你今天背一个小香包 它也是金条的话 我觉得整个就很搭很搭 比起刚刚的酷酷风 会更温柔小姐姐一点 然后它整个是那种奶 就是属于那种奶白奶黄色 那西装啊或者是那种毛泥的衣服 会特别的搭 这我感觉就整个会很休闲 而且也是很百搭的 这个就是穿T恤啊 或者穿那种休闲一点的 图案复杂一点的 可以就配一个这个 就是特别的百搭 不同形状的发展 就是如果说你发量很多的话 而且像我一样是那种头发 很粗一根的话 这个话其实它不太能盘得住 还是用这种长长的比较好 杆这个地方是可以弯曲的 所以在你盘发如果发量比较多 有负担的情况下 可以怎么说运用到它这个柔软度 头皮做好一个稳定性 首先我们把头发扎成马尾 然后从左边用发展给它拧成一个圈 顺时针的往右边拧 慢慢的松减头发之后 找到一个固定点 从左至右的给它插进去 它就可以固定的非常的牢固 再来呢是两个小发夹 这个就是很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感觉你随便把头发盘起来 然后这样给它夹 买过来之后我觉得如果说可以选一个 稍微亮点颜色会更好一点 因为本身我头发就很黑了 然后搭它的话会觉得整个有点死板 这个夹子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的 它侧面呢是带一个这样拱起来的小弧度 它的固定性特别好 并且会给你一种很随意把头发扎起来的感觉 用我们两只手的虎口 握住而上方的两边的头发 然后以左叠右的方式给它叠两次之后 握住中间最后的那个点 然后拿出发夹给它固定一下就好了 还挺多了吧 最近好喜欢的两个在开箱视频里给大家开出来的 这种蝴蝶结的发圈 它整个的质感呢是像这种纸一样的 不过买下来我觉得黑色的用处没有这个大 就这个会更添加那种蝴蝶结带给人的那种温柔的感觉 那黑色的话就感觉还是整体上比较压抑一些 有两家店 一家店我好像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 整个发圈它单价是在50到60左右 然后这个好像就是人民币不到10块钱 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 用到后面之后你说这个棕色的吧 我就感觉它里边那个皮筋已经松了 并且它这个蚕丝可能是因为太柔软的缘故吧 就是感觉有点塌 所以扎头和扎起来之后它就躲在一块了 不如这种大一点的蓬松 去买的话可以去买这种大好的 其实你看起来大 但是扎起来就是真的没有很大 如果说大家跟我一样是黑头发的话 其实我挺推荐大家去入一个 黑色的大号的这种大肠发圈的 丸子头和头皮的这个衔接点 用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把它透住 你的颅顶会被增高的感觉 不一样的材质就是这种沙质的 整个还挺鲜的那种感觉 如果说你穿一个那种小纱裙啊 很鲜的一个发圈 这是我之前买Brandy Melville的 顺便买了一个小发圈 其实这个也很好用 它整个材质呢是这种就是布面的 是单扎一个马尾的话 我会转三圈 然后如果说是盘起来头发 我扎两圈 就是那个松紧度是刚刚好 不会特别紧 然后也不会说松到头发马上要掉下来 这种增高颅顶的发菇吧 就是特别适合你把头发已经卷好了 蓬松度已经给它做起来了 而不是像我这种直直的塌塌的头发 很酷酷女孩的感觉 它底下就是没有做很多的增高 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把头发扎起来 或者说盘起来 或者说就是这样像我一样放起来 都是不会有特别多的违和感 很酷的感觉里面还增加一点甜美的感觉 这个就很合适了 这个超级好看 编织的 就是它整个的质感是非常厚的 这个就感觉更适合秋冬一些 花园的花园女孩有没有 这个很适合就是你穿那种小黑裙啊 然后出去约会啊 那种个炉顶也有被增高的感觉 这种三排的小钻 晚上还有卖那种两排和一排的 它整个上面呢不会有特别多的那种存在感 感觉你带了一排流苏的耳环 戴耳环的那一个步骤都省了 很像的这种 它的色系其实都是那种棕灰调 这个是春夏秋冬都可以带的一个颜色 戴上去也很干净 并且你不会觉得它颜色特别深 因为我自己头发也是很深嘛 就会觉得它浅了很多 这个发箍的款式还有颜色就是很安全的那种 并且因为它的宽度 所以会显得你头发的头颅会更往后去一点 不会显得特别单薄 然后侧面感觉头的那个形状和轮廓会更好看一点 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其实也是属于同一款的 只不过宽度和颜色不是很一样 就很适合你穿那种小吊带裙 然后把肉露的再多一点点 就不会觉得特别浮夸 还挺好看 挺显皮肤白的 所以墨兰迪色系就是它里面会混白掉多一些 不会那么的饱和度特别高 这也是戴上去很乖的感觉 其实这几个风格呢 都是属于戴上去的感觉差不多 只是颜色不同 就看你穿什么衣服去搭它 再来就是我这些乱七八糟里边有发绳 还有一些小夹子要给大家分享 这样子给它往上 其实就是差不多少了 不过它侧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再来就是两个这种小夹子 其实它的用处没有特别大 因为我已经有刚刚的这个夹具 它后面也是那种很极简的感觉 其实它后面就是这种最基础的小夹子 两个这种还挺可爱的在这 适合你去混搭 就是有一段时间超级流行 这种亮色的发夹 这样给它夹起来 就你可以搭配颜色去弄 这种插号的 然后搭一个这样的 和那种年轻人去玩那种造型感的 头发造型的时候需要这种皮筋去 在里面做一个固定和打底 很多这个黑色的 这个就没什么好讲了 主要是以舒服为主 好啦那这就是这一期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 如果你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我下次发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收到提醒了 我们下期再见